有很多人问我 你嫁到中国 你真的幸福吗 我只能说 有幸福也有痛苦 幸福是我找到了一个好婆家 有可爱的宝宝 还有疼我的老公 一日三餐从来不用发愁 有痛苦 是离父母太远了 有时候父母生病了 也没有能在身边照顾 我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在远方祈祷 希望父母每天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远家的我也不怎么有什么朋友 难过流泪的时候 总是一个人的 就这样时间长了 性格慢慢地变得内向了 自从来到这个网络上 我又变得活泼开朗了起来 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多朋友 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们 很是支持和鼓励我这个 远家外国的女孩 我真的很庆幸 能加入中国大家庭 一个强大 一个有爱心的国家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喜欢这里长的每一根草 喜欢这里长的每一棵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